湖北武汉42岁的单身女博士 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不想结婚的人一个忠告 她说 我今年42岁了 我到了这个年龄 我才深刻地体会到自由和孤独是并存的 世界上其实并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 因为我自己是个独生女 父母呢把一辈子的心思都花在我身上 我从小学习成绩比较好 长大之后呢 读了硕士 又考了博士 现在在一家国企里面工作 但是年轻的时候呢 我喜欢到处旅游 童年的人很早就开始结婚生子 他们当时特别羡慕我的生活 让我更加觉得选择不结婚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 就这样一转眼我都已经四十多岁了 现在呢 我也想找个人结婚 但是呢 有点高不成低不就 学历再高 你也竞争不过那些年轻的小姑娘 这些年呢 父母都已经相继离世 父母在世的时候呢 天天吵着要我找对象 我当时就觉得他们怎么会这么封建呢 那我不结婚又怎么了 可是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啊 我上面的父母他们都已经走了 那下面呢 我又没有孩子 原来我才知道 当时我之所以不想结婚的底气都来源于父母的陪伴 却没有想到父母也会有离开我们的一天 而现在呢 我的身体开始渐渐地出现了各种问题 今年呢 我在医院里面做了一个小手术 都是我自己签的字 当时那个感觉啊 真的是太心酸了 而我想着 如果以后我不能签字了 或者说我去世的时候 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最害怕的时候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 外面是万家灯火 而我却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我看着身边的朋友 他们的孩子都越来越大了 我开始羡慕那些早早结婚生子的朋友们 说句实话吧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 我一定会在该干嘛的年纪就去干嘛 因为啊 我现在实在是太空虚太无助了 也希望这个视频呢 能够给那些不想结婚的朋友一些启发和帮助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分享 也欢迎大家在视频的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和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